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本期话题,以色列军队包围加沙医院 遭到57国联合谴责后,却叫嚣要与全世界为敌 与此同时,美国位于伊拉克东部的军事基地 再次遭到火箭弹袭击 之前的报复全程摆设 11月10日,加沙地带卫生部发言人称 加沙地带的西法医院从9日的晚上到10日早上 一直遭受着以色列军队的袭击 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便包围了这所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 1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与西法医院失去联系 并对此感到十分担忧 据报道,西法医院早在11日 便因为燃料彻底用尽而无法继续工作 而院内因为失去电力 导致两名新生儿缺氧死在了保温箱中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发出警告 加沙地带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医疗机构盛城医院 大约还有500名患者 以及1.4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受困 而这所医院也将面临燃料耗尽的情况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医院发动袭击的消息了 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巴以冲突中 加沙已有不少医疗机构 因为以军的空袭而停止运营 甚至还有医院直接遭受以色列军队的轰炸 根据国际人权法和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医院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保护 而以军队医院进行袭击和包围的行为 自然是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 同时世界各地的人民也在为巴勒斯坦人所遭到的暴行 举行游行活动 英国有数十万抗议者在街头游行 声援加沙地带难民 西班牙 土耳其 法国等国家的人民 也在同一天举行集会 表达对以方的不满和对加沙人民的同情 在11月11日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中 参与峰会的57个国家联合声讨以方的行为 一致呼吁以色列立刻停火 并劝告其他国家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 本次峰会还声明 拒绝以方将这场复仇之战定义为自卫之战 各国应该立刻向加沙地带运输 包括燃料在内的物资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 面对全世界日渐高涨的对加沙停火的呼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在当日发表的讲话中 仍然固执地坚定自己的立场 并放话称 以色列会在必要时与全世界为敌 由此看来 以方是打算对各国发出的声音充耳不闻 不过这或许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早在10月中旬 联合国便召开了紧急会议 并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停火仪式进行投票 投票的结果则是一边倒的让以方强制停火 但是以色列并没有遵循大会投票的结果 其联合国代表更是对该结果表示不满 如果从本轮巴以冲突本身看 以色列很有可能真的是一只离弦的剑收不回来了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以色列预计 本次巴以冲突用于战争的资金高达64亿美元 如今以色列军队已深入加沙 在以方看来 或许实现他们所谓歼灭哈马斯的目标 已经近在咫尺 再加上自己已经投入了许多资源 自然是不肯就此收手 然而 中东地区的危机不仅只有巴以冲突 据报道 11月13日 美国在叙利亚科尼科尤田的基地 遭到了火箭弹袭击 造成数名美国军人身亡 此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声称 美军在12日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叙利亚东部 亲伊朗民兵组织的两处设施 发起了攻击 以此来报复 驻中东美军频频遇袭的事件 报道还称 本次袭击 正是对美国打击叙利亚设施的回应 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 与当地武装组织 这样相互攻击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不过目前尚未演变成大规模的正面冲突 但次数多了 也存在对抗升级的可能性 而一旦发生正面冲突 恐怕美国就无法顾及以色列了 同时 如果驻中东军事基地的美军与伊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色列也有可能受到牵连 届时可能会带动中东地区众多武装组织 参与到巴以冲突之中 综合来说 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都在为平息巴以冲突努力 57国联合声讨以色列 呼吁各方对加沙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多国人民游行 支持巴勒斯坦 谴责以色列不人道行为 然而即便是在全球一致的发生下 乙方依旧我行我素 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叫嚣 要与全世界对抗 目前巴以冲突的形势依旧严峻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塞说过 不为战争和毁灭效劳 而为和平与谅界服务 此时此刻 世界各国都在为加沙地带的和平努力 他们呼吁停止战火 怒斥以色列的所作所为 如果乙方依旧进行着他们所谓的自卫之战 对加沙人民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恐怕在最后也会将自己拉入战争的深渊